金山高中期待要透过多元的管道 让高三的学生取得更多的升学资讯 而国军人才招募中心也趁着社团课的时间 来到金山高中提供学生军校的升学资讯 透过有趣的方式要让学生认识不一样的军人 也体会到军人也有有趣的生活以及休闲活动 面对即将升学的高三学生 国军人才招募中心提供不一样的升学选择 为了让学生对于军校有更深入的认识与了解 国军人才招募中心基隆招募站来到金山高中 入班进行招募讲解 穿着整齐军服的招募人员分享在军校中的生活点滴 也透过与学生的问答互动 让军校的样貌展现于学生的面前 今天来金山高中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金山高中 在我们国防部是培育班的重点学校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培育班的一个社团活动 然后提供一些升学的管道的一些相关讯息给同学 那今天就是透过一些周会 然后到我们的班上做实际上就是做进班选导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目前他们在明年在高三 在一阶阶毕业上 他们未来有多哪些管道可以做升学 一改国军给大众总是一板一眼的严肃样貌 招募人员透过轻松的方式 让学生了解官校除了教导众所皆知的服从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学习更加可以分担家计之余 也一并取得大学文凭 让求学的道路拥有更多的弹性 就是因为不想要造成家庭的负担 因为我爸爸经济上有点困难 然后哥哥跟弟弟因为都是在台北读书 所以当然想就是学费的方面会很高 那我就是不想让爸爸的负担更沉重 庞大所以我就就是想要那个好好的赚钱什么的 所以说你就觉得说面对升学 其实就是国军有给你另一条路的选择 对啊因为他现在有 就是日间在坐兵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会有那些进修的部分 然后当然四年后之后还是会有 对还是有大学的学位 所以这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对是有在考虑中 其实我们目前在我们在宣导上 其实我们都希望说让科学同学可以知道说 军人其实没有以往的石板板 它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职业 那甚至说我们虽然穿成军服是一个军人的象征 但事实上我们都是很活泼 生活上也是很多的乐趣 然后我们会透过很多生活化的话题性 来跟科学同学做一个连结 让他可以做到说因为军人的来学校的军人 其实是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的严肃 高三学生面临升学抉择 金山高中期待透过多元的管道 让学生取得更多的升学资讯 而国军人才招募中心也提供军校中各个班别的资讯 让有兴趣的学生可以深入的认识 开放的让高三学生思考未来的人生道路 记者 刘平凯 金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